哈喽大家好 我是前辈 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宁波了 在家里面了 熟悉的沙发 一回家就看到了西瓜视频松的礼物 叠在门口 好大两项 首先把它拆掉吧 这是托盘吗 好像很多东西 要我来包你吗 你帮我捏一下 我下半身 不想动了 对 瘫痪了 哇 这么好一个礼盒 对啊 这个礼盒 好露营的感觉啊 对 我觉得这个包装好好啊 哎 你来抽扔刀了 我看一下这个是什么 不会是一样的吧 什么 你感兴趣的 哦应该是一样的 我看一下应该一样的 你弄我这个拿下来吧 我就在门拆这个 两盒 这个包装好好这种翻布袋的 嗯 侧面还有这种 口袋呢 收纳袋 一个大箱子 这是西瓜视频的中秋礼物 哦 中秋礼物 我猜会不会就是月扁 那肯定是月扁的 那大闸蟹 大闸蟹最好 大闸蟹它不会应该 这种包装 它用泡过箱 嗯 一个托盘应该算是 两个应该是一样的 嗯 一张纸 一个收纳盒 里面是通的吗 哦 等于这样子呢 我还以为是他们偷偷弹了 嗯 它西瓜视频它这种东西做得很好的 嗯 我觉得很有创意的 可能都是年轻人的关系吧 每年的礼物都很有新意的 哦 杯子啊 露营的那种 杯子 对 这个杯子我们还没有呢 嗯 西瓜视频马克杯 不锈钢的马克杯 这个可以带去露营 他们真的还蛮贴合 现在的这种流行趋势的啊 因为西瓜视频的运营都是年轻人 都是比我们小个七八岁的那些人 有点厚度的摸上去 不是应该是双成的 里面是真空的那种 嗯 防烫的 里面四个月饼是有图案的 西瓜视频的logo我看到了 嗯 这个是九尿桂花月饼 这个是蜜桃乌龙茶月饼 添上去挺好吃的 炭黄白莲蓉月饼 也很好吃的感觉 芋泥奇亚籍月饼 我觉得这个月饼不重要的这些菜 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好啊 太实用了吧 就是对我们露营博主或者旅行博主来说真的是非常实用 对 我看看其他的啊 哎他是不是针对不同的类型的博主送不同的那个礼物啊 那我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吧 对 还要去设计什么的 就是 猜礼物的那种感觉 他就是礼物呀 嗯 一大堆的东西啊 慢慢猜 嘿 感恩茫茫人海中遇见了你 特别送上中秋礼物 因为你在创造中保持热爱 在生活中奔赴 奔赴自由 我生活中已经是奔赴了自由的 谢谢 他这个是礼物清单这个是 啊 他这边包含了一个天幕的说明书 还有这个礼物清单的一些东西 月饼 户外钢杯 然后运动飞盘 营地棋 冲气沙发 布鲁克林包 就这个包吧 这也太棒了吧 这张 这个就是飞盘了 飞盘我还没玩过呢 嗯 时下很流行的一种运动 你没有瑜伽裤不能玩的 我有瑜伽裤啊 只是身材不好而已 哈哈 那我没有瑜伽裤 就是这样的一个 飞盘 来 它是西瓜视频logo的 西瓜Vidia 我觉得这个logo一点都不突兀 嗯 来 这个就是露营棋呢 这个以前我也买过的 这个也可以带出去 里面有好东西 哈哈 里面两个 一个是天幕 一个是充气 哦 这个应该是天幕 这个应该是充气沙发 它不是我们那种充气沙发 它是用自然风的那种充气沙发 我懂了 都懂了 那就更方便的那种 嗯 那是天幕要打开吗 你就先 大致打开来 给大家看一下什么颜色之类的嘛 然后下回我们去录影的时候 就可以用到了 不过这些都下了 就是这样子 应该也有他们的logo的 但是 它这个就是比 网上买的那种充气沙发 感觉吃点 然后我以前买过一个 就比较薄 算是一次性用用的那种 这个在这里可以牵起来吗 颜色就是跟我们帐篷啊什么的 都很搭的这种颜色 有点均绿啊 粉黄色啊 有点logo 我真的太爱这个包了 我觉得这个包太适用了 你会想 它可以折叠吗 这个包里面不能折叠 可以折叠吧 我尝一下 可以折叠 这种也太细节了吧 你看下面 还有防滑垫 对 特别棒 中秋礼盒 很多时候都有一点过度包装 我觉得它这个真的太适用了 撑起来 撑起来就 非常有问题 右车开话题 刚刚就说打开这个 贴木 这个贴木看一下 它是多少乘多少的 没说 没说 你要不打开看一下 应该我估计是 二乘三吧 这种大小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买了一个三乘四的 就12个平方的 明显比这个要大很多 收纳起来的话 它是牛津布图影的PU防水 这是贴木杆子 风绳 这个颜色也很适合我们帐篷的一些风格 嗯 里面是图影的 这个小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在房车里去用 对啊 我们正好是缺一个小的 本来就要去买的 其实还没买呢 我们买过两个贴木 一个是35个平方的 还有一个是12个平方的 这个更小的话就更适合了 看也是这么一个小小的logo 也是很好看的 关心创作更关心你 啊 二乘三吗 是差不多了吗 可能是二乘二或者二乘三 对对对 适合房色带出去 二乘三 二乘三 对 正好的是不是 你走远一点 走远一点 二乘三 二乘三对 就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个也好的啊 它应该再送一个这个颜色的帐篷 我觉得 哈哈 那成本就是一下子上去的 这个充气的这样子的 然后这样灌封进去 你灌一下给大家表演一下 你家里不够大 你去内中间 家里不够大 哈哈 哎 用那个吹风机吹进去有用吗 你说 把银杆都吓死了 哈哈哈 最重要的还是来尝一下这个中秋月饼啊 虽然其他的礼物啊 我已经很满意了 哦 这个真的 质感很好 沉甸甸的还有点 只有四个月饼 他也是怕我们胖吧 哈哈哈 其实以往每年都是送八个的 嗯 八个其实有点吃不完 其实现在的人来说 嗯 吃月饼就越来越少了 我盲查一下 明年西瓜是不是送大闸蟹的呀 希望送大闸蟹吧 哈哈哈 送个帐篷也好 哈哈 蜜条乌龙月饼 这个口味我以前从来没吃过 蜜条乌龙茶的味道 嗯 低糖的 不甜 你给我吃一点 现在月饼越做越不甜了 还挺好吃的 而且我们晚上能把它干掉 不甜啊 芋泥奇亚子月饼 奇亚子是不是很饱腹的那种 这个logo有一点点压坏了 饼干啥 饼干啥 哎呦 你能吃吗 你不能吃啊 嗯 他又躲到那个天幕 那个淋进去了 这个会更不甜 他有真实的那个奇亚子在里面的 嗯 咬起来口感就 软中带一点 咯吱咯吱的那口 你还吃啊 都尝一个吗 明天吃吗 你大晚上的吃这么多 一点都不甜 还有两个口味 都尝掉吗 就是它的月饼啊 都不甜 很好吃 就是你光吃 你不用配咖啡 或者不用配茶 有一点大晚上的 咱也克制克制 有亮桂花 都是那种软软沙沙的 绵绵的那种月饼 看我一起把里面浸空了 我要把它收拾收拾收拈一下 这一盒跟我刚刚开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我就会不拆了 不打开来了 其实除了这一盒应该还有一盒的 还未到 对 我去驿站看一下 可能有两盒就放在我们家门口了 还有一个应该在驿站那边 然后我们就这样吧 把未开分的两盒我们就送人吧 就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吧 西瓜视频的观众嘛就 就怎么送呢 抽奖吗 还是视频里面就是说 比如说谁点赞比较多的评论 你看你怎么分别的 我们就这样吧 我们这期视频应该发布的时候 是在9月4号 然后就截止到9月6号的晚上12点 这期视频里面评论 点赞最多的两个人 我们一人送一盒吗 可以 好吧 我到时候就私信问他们去 这个真的非常的实用 对对对 这个真的今年特别有用心这个例子 但每年都用心 今天这个就是非常对到我们圈口上了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踊跃的评论一下 对 踊跃的评论一下 我们以前很好说这些话的 但是这回大家真的可以踊跃评论一下 然后多多点赞 这个礼物真的不错 我们就是点赞前两名嘛 就点赞最多的前两名 一人送一盒 这个天幕那个沙发 就是你去公园那边啊 就是两三个人一家人出去啊 用正好 正合适 再带一个袋子 里面装你吃的 嗯 耶 就是非常谢谢西瓜视频这个中秋礼物啊 我真的非常满意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